跟风TikTok爆款最容易触犯的六个误区 很多TikTok售卖家都希望自己的这个视频 在平台上有更多的播放片 这个过程中也会尽可能的去复制一些爆款 这个思路值得深挖 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需要避免踩一些坑 这里我们列举了六个容易触犯的误区 首先是乱用流行BGM 在制作TikTok视频的时候 乱用流行背景音乐 可能会触碰一些版权或者法律的风险 其次是产品优势体现不足 这个时候观众可能无法理解你的产品的价值 第三点是审美单一 追求颜值营销 尽管颜值在TikTok上很重要 但是过分追求审美单一 或者只关注这个颜值营销 可能会使你的内容缺乏差异性 那么第四点是缺乏情绪共鸣 尝试通过真实的故事 情感表达或者与观众的互动 来建立情感连接 通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参与度来达成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第五点是剧情乏味无趣 这个时候可以尝试在视频中 加入意想不到的情节转折 优惑元素或者是独特的创意 让观众一直保持兴趣 最后一点是功能或者使用场景展示不充分 这个时候需要确保在视频中 展示产品的功能 优势以及与观众的实际需求 相关的使用场景 不知道以上六点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跨境电商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添加一段跨境客服微信 加入跨境电商社群一同讨论 另外还有跨境电商支持资料 等你来打 感众来到这里 至少三个适合 感众猜者 感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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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